各位親愛的讀者朋友們,大家好,大家晚安 我是寶瓶文化的總編輯朱亞軍 我是林床心理師劉仲斌 是,仲斌不再是一個專業的臨床心理師 也是寶瓶的作者 而且這是寶瓶這個評說說的單元 第一次請到有貴賓來出席 因為我們今天要介紹一本非常非常特別的書 那這是紫金城的小說《壞小孩》 那為什麼會出這本書呢? 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因緣喔 就是有一天晚上11點多 仲斌突然丟了一個連結給我 他就跟我說這部戲你一定要看一看 我就想11點多推戲給我一定很有戲 所以我就花了三個晚上就把它劈劈趴看完了 不但看完了,我隔天就開始找板帶 我就要了這個書的整個書稿 然後拿到書稿以後 那天剛好假日禮拜六 我早上起來弄弄泡了杯咖啡 然後我就坐在書桌前 就開始看這個小說 從早上大概9點半多吧 看看看看一直看到12點 中間除了去熱了一個飯 喔!飯還是拉到書桌前吃的 就一邊吃一邊看我的小說 然後一口氣呢 到下午4點多把這個小說看完了 這個小說內容訊息量非常大 然後情節非常快 可是非常非常順 你就忍不住放下一定得讀完不可 於是在很快的一個禮拜之內 我搞定了版權 我決定出版這本壞小孩 不過我們先在進入這個討論之前喔 我想先問一下中斌 為什麼推這個戲給我 你是不是看到我心裡什麼隱秘的角落 其實在我家只要過11點之後 還傳訊息給任何女性 基本上都是死刑啦 是 還有那天 還好我是姊姊 還有那天特別請示過我老婆 那我想有一個簡單的前因啦 那我跟副社長其實第一次見面 不是在我初書那一年 應該在更早之前 前兩年 對 然後透過朋友的一個介紹 那我那時候正在寫一篇 我的第一篇長篇小說 叫幻秀 講的就是一個心理師 碰到一個有秀幻覺的老人 然後他懷疑樓上在製讀的推理小說故事 所以 從前可以知道我非常喜歡推理小說 那但是看完隱秘的角落 剛好那天是看完最後一集 然後我就覺得 嗯 有一種福氣的感覺 因為我還記得那時候 把原稿給社長看的時候 然後社長有做了一些評論 他覺得我的最後螢幕 有一些問題 那當時我反覆琢磨 我覺得沒有辦法再改進了 那所以 我看完了這個劇之後 我找到了一個解套的方法 就是 原來要這樣做 才能夠吸人眼窮 所以我對這個劇是福氣的 那再加上 之前我就記得 我們市長在看劇 那些推小說的劇情 所以 我覺得這是一個 心服口服的過程 然後我也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棒的觀影經驗 那當時我也看了小說的某一些部分 但是我覺得劇 本身可能更豐潤一點點 所以我就迫不及待的 傳了這個訊息跟市長講 嗯 我對於推小說感到福氣了 而且馬上推坑成功 不但是讓我看了劇 又看了書 然後還出版了這本書 後續是完全沒有想到 對對對 而且非常火速 因為這個劇其實 在今年 大概六月的時候 就在大陸燒起來了 非常的火紅 然後非常多人追 一度跑到了這個 豆瓣的這個影評上面的 9.2分 9.2是非常非常高的分數 因為他們的評分其實是還蠻嚴格的 這個故事 這個隱蔽的角落在講什麼呢 其實要說簡單 也非常簡單 它是一個不需要推理的推理劇 就是在一開始 其實就知道兇手是誰了 但是還是可以引人看下去 簡單的說這個劇情是這樣 就是作為主角 秦浩演的這個主角 張東生 我愛秦浩 他真的太可愛了 張東生呢 他是作為一個入贅的女婿 然後他發現妻子外遇了 妻子不但外遇了 而且堅持要離婚 那張東生當時心情很慌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他就策劃了一個謀殺案 有在一個平常日正中午的 就帶著他的岳父母去爬山 然後到了懸崖 把這個岳父母推了下去 那本來想這個是一個想說 岳父母一走了之以後 妻子就無依無靠了 只能依靠他了 可是沒有想像這樣一個 天衣無縫的一個謀殺的案件 卻在不遠處 剛好有三個小孩在玩耍 這三個小孩因為正在用錄影的功能 所以就把這段謀殺的過程錄下來了 從此以後這三個小孩就捲入了這場戲中 而且這三個小孩其實大家沒有想到 他們看起來天真活潑 可是一點點不善良 我想因為說明明是 除了是心理師外 他是這個高雄醫學院這個主修心理 主修心理學復修電影是嗎 我希望有復修電影 對電影非常非常愛好 我想這邊讓你來說說就是 在這個隱密的角落裡面 你覺得為什麼他能夠這麼勾引人 我覺得大概最重要的因素 我單純先以戲來問戲好了 這個戲本身最吸引的地方 是在於他其實第一集 就可以把整個故事說完了 也就是說他第一集已經出現結局了 就是我們知道凶手是誰 但他有趣的地方是 他不斷的橫生之急 不斷的有任何的意外發生 這個意外其實都來自於 每個人心理的秘密 這個等於說伏筆埋得比較深一點點 那每個人心理要有秘密就意味著 每一個人的心理厚度要夠 所以編劇對其中的十到十二個角色 都進行了非常深入的 爭厚的一個過程 也就是說我們藉由秘密的簽名 然後讓每一集的結尾都有懸念 所以呢 這齣戲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在於 他還有四個編劇 然後他的其中一個主編是跟那個 紙牌屋 Netflix有關係的 那我想我們都知道王菲哈的教條 就是我每十五分鐘就要出現一個hook 就是要勾引人的這樣的一個條件 所以這齣戲大概也有這樣的特質 那我們很難想像在一個大陸 大概南邊非常炎熱的小鎮 竟然可以勾出這麼多的意外出來 所以我想他就是用了第一個 最重要的傷害案件之後 勾出了各種意外 那所以他即便不是一個推理的過程 我們的懸念在於到底後續會怎麼發展 所以我想一集勾著一集 然後這齣劇他的片場呢 每一集都不一樣 他停在了最有懸念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就是有的是70分鐘 有的可能只有30分鐘就結束了 我想在拍那種所謂的劇集 他們都有一個編劇要做一件事情 叫拉分場 也就是說40分鐘一定要解在他們的地方 所以你就必須要塞東西 硬塞 但這個導演比較隨性 他可能一集30分鐘 一集70分鐘 他完全照整個劇本的高潮起伏 來做一個結尾 所以每一集的結尾 都會讓你不斷的想要往下看 而且這個整個劇呢 其實一共死了10個人 對有3個小孩7個大人 死了這麼多人 然後照理說應該是罪孽深重 可是你知道我在看戲的過程中 不管哪一個人沾血 我對他們任何一個人物 都沒有厭惡憤恨的感覺 反而是更多的是同情 我們這樣死了多少人 總數會破口 沒有問題 讓讀者猜猜 死了誰 到底是誰 但是這個巧妙的地方在於 他跟小說的人數是一樣的 其實有一些劇會很廉價的 用死亡去推銷淚水 去販賣一些悲情 但他不是 我覺得他就是照著這個故事 應該有的發展過程 然後扣著每個人心中的秘密 來決定他的生死 然後我覺得整齣劇就是說 每一個人為了保護自己的秘密 或者不讓所愛被奪走 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對 所以我覺得這齣劇 會讓我覺得動心的地方 會在於 他並不是一個要害人的過程 不是 我覺得他是一個填補的過程 對 他就是每個人心中有一塊空缺 他想要填補 但是因為填補的方式 造成了後面的意外 一直在發生 對 所以他們越要去保護 然後那個洞就越大 越要去保護洞就越大 對 所以一環扣著一環 就一直推演下去 對對對 所以你不會對死亡的那個部分說 覺得痛心 你反而會心疼說那個執行人 想說他怎麼辦 接下來怎麼辦 對對對 那其實劇中我超喜歡 張忠生這個角色 我感受得出 哈哈哈哈 我覺得 我覺得情好就在這個地方了 不完全是因為情好 還有一點點是 我覺得張忠生在這個劇裡面 是一個 能夠為愛悲屈受辱的人 嗯 是感覺上是 就在他復仇之前 其實是把自己壓縮到很低很小的 是 然後甚至他在 比如說他在殺月父母之前 他在殺妻子之前 他都開口問一句說 我還有機會嗎 我覺得這句話就是 他其實 他其實是一個可愛的孩子 他其實心裡有一個非常渴望愛的部分 他希望他得到關心 他希望他得到他想要愛的那部分 其實這一句話 我還有機會嗎 另外一個意義就是說 你還能愛我嗎 你還愛我嗎 能不能再愛我 我覺得你好像很想對秦浩講這句話 哈哈哈哈哈哈 哈囉秦浩 我覺得這一齣劇 如果講到這個份上的話 應該是 演員是鞠躬絕尾的 因為其實大家如果看小說 好看小說再看 就先看文本 然後我們再看戲劇的話 你大概就會發現 裡面的演繹其實超過了文本賦予的一些厚度 那像張東升在庶年其實是配角 對 朱朝良是絕對的主角 這三個孩子才是主角 那當然因為我們要以戲代人 所以可能三個主角的小孩 他的排位會比較厚密一點點 但是秦浩這個角色我覺得演得好 是在於他讓人看到他的動機 是 對就是他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不是出於惡意 而是出於愛意 對 但是那個愛 我想因為這個角色 讓秦浩的生理有一些缺陷 這個我想我們都不過人 對對對 好 讓他出現了一些自卑感 那這個角色也很好的地方 在於他不溫不火的做每一件事情 所以你不會覺得 他表面上是個兇狠人 我覺得他的演繹讓我有一點點想到 去年陽光普照的劉冠田 是 那個菜桃那個角色 對對對 他們都很peace的講每一句話 對 但是透露出來的殺意 會讓人不寒而栗 是 我覺得就是高智商犯罪的那樣 對對對 他會把他整個布局完 然後非常冷靜 就像片頭一開始出現那隻蜥蜴 是是是是 他們非常冷靜沉著 可是在心裡卻默默的在布以洩局 對 但是呢這個 那個吊毀的地方在於他並不是出於惡意 對 他是想要挽回一些事情 對 所以我想這個角色之所以會讓人感到同情 是的 或是出現了一些厚度 我想就是因為他的動機是充足的 對 執行整個過程的動機是讓人家覺得 可能會出現在你我身上 只是我們沒有辦法做到這麼絕 或是走到黑而已 對 但是他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但是我想如果我們都遭遇一樣的情況 說不定會有相同的念頭 也是 雖然裡面壞人這麼多殺人犯這麼多 可是其實我們會一直沒有辦法恨其中任何一個人 而且一直到最後其實都為他窺探不已 接下來呢我想說請宋斌啊 從一個專業的臨床心理師的角度 其實我覺得因為就像你說這裡 這個戲中的每一個角色都很豐厚 那也有他們的明亮處 但是也有他們的暗處 那從一個心理師的角度 你怎麼去看這個人跟這個故事 我記得你在書上寫的超好 就是說 其實這個整個一連串謀殺案的元凶 並不是這些孩子 而是背後缺席的大人 這個故事之所以成立齁 並不是一開始的謀殺案 而是後來小孩子的舉動 才讓故事一直往下走 那小孩子我剛剛提過說 他們之所以要填東西 我想填的就是家庭這一塊 那我們當心理師其實 不管是從三歲到九十三歲 我們都要處理 所以處理小朋友的問題我們看得很多 那裡面的三個小孩 第一個小孩 絕對豬腳就是豬朝陽 那我想豬朝陽最讓人心疼的一點 就是在於 其中的某一個角色過世之後 爸爸對他的態度有一些轉變 我想在這個轉變 我們可以看到小孩子的心酸 那在書中爸爸對他有轉變 但是是為了試探 我想這個地方對於小孩子心中 的某一個轉折點 會是非常明確的定毛 就是原來這個地方 我不是在說要重視了 但是我想劇本身比較溫情一點點 所以我也還蠻喜歡朱永騰 飾演朱永騰、張宋文老師 他本是一個演技非常好的人 我想在這邊最重要的轉折就是因為 父親的長期缺席 那我想這邊透露的是單親家庭這件事情 對小孩子的影響 因為呢 單親家庭意味著我們家長的觀念 有可能只是單方面的教書 他不能有兩方的平衡 所以你可以看到飾演媽媽的周春宏 劉璃他演得非常好 他把一個控制狂母親 用幾個動作就演出來了 你就可以看到家長的彌補是在孩子身上 但孩子想要的不一定是這件事情 他想要是爸爸也一起過來 那我想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造成了他對爸爸的某一些印象 推動了後面的劇情 所以我想這個地方是第一個關鍵 那另外兩個角色呢 搬到劇中 也就是書中的丁浩這邊變成了炎良 那炎良其實是書中的另外一個角色嘛 所以他把他合而為一 那炎良的父親我覺得他寫的也很好 就是他父親本身是一個在鬥歐事件中入獄的角色 那後來因為吸毒之後影響了一些智能 炎良他代表是他回到這個故鄉 其實是要見他父親一面的 見了之後反而失望 因為孩子要藉由見父親來推動整個劇情 所以這也是他的動力之一 那見了父親之後失望 到這時候剛好有一個取代的人 就是裡面詩珍的角色 對老景春外生 對我們的影帝王景春 他進來之後 等於有點刮帶了父親的角色 其實是好的發展 但是並不如我們所想的這麼順利 那他跟老成的衝突也成為劇中意外在不斷出現的 一個很重要的推動的劇例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因為他要找缺席的父親 他才會出現這個事情 那第三個普普 岳浦 那岳浦這個角色 我想他就是一個完全沒有雙親的角色 所以他要找的是他的弟弟 然後他跟炎良 其實兩個都算是 就是型二代 就是他們其實都是父母親 反對的 對 我記得在劇中他好像並沒有明確的提到 岳浦的父母親 他好像是生病或是其他的原因 那重點也是因為缺席 那我想這兩個角色 因為父母的缺席 而被送進了我們這邊所謂的孤兒院 送進孤兒院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他都要受到一些不太平等的對待 其實如果我們知道韓國電影熔爐的話 大概就可以叫熔爐 就是熔爐那個樣子 熔爐的東西可能在我們來看太過戲劇性 但是因為我本身有去過所謂的 我們俗稱孤兒院 要不然應該叫育 育幼院 育幼院 我們會知道其實裡面孩子 他對於父母的一個存在 其實是有一定程度的渴望 他長大後可以獨立 並不代表說他不需要這些東西 對 所以我想他們都是在追尋 他曾經缺失那份親錢 然後以為可以拿得到 對 所以他們以為可以拿到的情況下 這個以為就是一種動力 所以一直在做推進推進的動作 然後讓張東升的謀相 變成一個起點 他們在往外擴 所以我想家庭的 裡面大人的缺席 對這些孩子來說 我想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影響 像普普這個角色 其實我看的蠻心疼的 因為在他書裡面 就像你提到 他也遭受不平等待遇性侵 其實他很小就在育幼院裡面 你可以看到他身上同時展現了兩種性格 另外一部分是天真可愛 因為按照那個劇情所設定看 大概十歲左右 就是他同時展現了他那個年紀 該有的天真可愛 可是另外一方面 其實他因為長期在育幼院裡面生活 他必須要有爭鬥的地方 必須要有去算計 因為在這樣一個團體生活裡面 你怎麼樣活下去 所以他其實那個要活下去的那個意志 讓他也有了超乎他年齡的老謀生算 所以家庭的缺失 讓這三個人變成一個完整的個體 也就是普普這個角色 他是一股態度 那朱小龍代表是大腦 然後丁浩也就是所謂的顏料 他是體力 所以他就是三個人組成的一個 然後他們再去操縱張東生這一點 那張東生在裡面 其實我覺得感慨很深 就是說他其實在害怕的是背叛 他其實憤怒的是背叛 不管是妻子或者是這三個小孩 本來要合作 但突然發現了孩子竟然騙了他 他本來心裡還有留有那個溫情的 一發現孩子騙他的時候 他突然就暴怒了 所以劇情往下推 變得更恐怖了 那張東生怕的是背叛 可是我覺得回到朱朝陽這個孩子 這孩子其實是一開始就被背叛的 他就很小的時候就被父親 父親因為賺大錢了 就去娶新老婆 有了新的小孩 但就把這個家庭拋棄了 然後到父親不信任他的時候 等於第二次的再把他中擊一拳 或者把他再殺死一次 所以他其實一開始就不相信人的 對你可以從劇一開始 另外兩個孩子跑來找他的時候 他住處在防著他們 我會覺得這兩個人 雖然是有不同的家庭遭遇 但還是一樣都是讓人很心疼 因為我覺得朱朝陽他在書中跟劇中的態度 他們的轉折點長得不太一樣 書中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轉折點 他本來要相信父親了 對 但父親拿來試探他 我覺得從那一天之後 他就變得不太一樣 但是在劇中 我覺得多了一點溫暖的感覺 是他其實是相信父親 但是事情的發展他無法掌握 所以變成後面的漩渦這樣 所以我想如果看書的話 會對於這個角色的某些動機 會有更強烈的感覺 是繼續來講講 因為我們都看完劇也看了小說了 有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或者你覺得應該可以提出來 跟讀者分享的 其實坦白說我是蠻喜歡這個劇本的 因為劇本幫小說很多地方润世了 而且還增厚了 但是沒有小說的架構 我想劇是初步來的 所以這個小說本身 還是有吸引人的條件 因為的確像我前面講的 因為意外一直發生 然後這個意外有時候 不是我們可以意料得到 那我覺得小說跟劇 完全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小說的重點在最後一個章節 對 對 他最後一個章節的呈現 會讓你覺得 哇 原來是這樣子發展 而且很毛骨悚然啊 真是毛骨悚然 其實戲劇的結局也超棒 因為它是一個有點 開放性的 可以讓人各自腦補 然後去討論的 所以在網路上造成 會造成轟動 就是大家都投射了自己的想像進去 所以超多討論的 也提出不同的見解 包括這裡面幾個角色 張忠生出來的時候 總是吃蘋果 曹陽媽媽出來的時候 永遠在撥橘子 對 就是各種解讀 但是其實到了小說的尾巴 寫到最後一張 朱曹陽的日記 是完全在戲劇裡面沒有的 是 我想如果我們以一個動態來看的話 我覺得小說是一個收術的過程 收在最後一點 然後它會讓你不知道 接下來該怎麼辦 對 就停在那個懸念 那是電影比較像是 OK已經結尾 但是要發散出去 對 那散射的兩個角度 或是兩個方向 可以各自解讀 我覺得這齣劇 比較厲害的地方是在於 我們都知道大陸 其實對戲劇審查非常嚴重 對 有個地方叫廣電中劇 對 所以他們會管各種 三關正不正 三關要正 不能毀三關嘛 這齣劇厲害的地方是 不毀三關 但是又可以讓你做一個 私下的解讀 所以幾個小色的存活 在後續的論壇當中 引發了很多爭議 那你可以相信童話 也可以相信現實 我覺得是這個劇 最後結尾結的好的地方 但是呢 基本上在最後一集 大概故事就說完了 最後一集的開頭故事 就講得差不多 但是小說會把懸念 一直維持到最後一刻 甚至到最後一刻 你還不確定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 所以我想這個是兩個 張力不太一樣的地方 對 真的是小說 我看到那個日記 攤開來的時候 我就不破梗 但是其實我真的是嚇到 這孩子怎麼可以有這樣的邪惡 其實這是一本假的日記 在戲劇裡面也有交代了 其實他有寫了日記 寫了一半 快拿出一本新的 開始寫 這個日記本裡面寫的事情呢 每一件事情 如果警察去核實 通通都有發生 但是裡面講的每一句指向 都是指向他人 那個真是想說一個這麼小的小孩 怎麼會有這樣大的心思 那他不是一個多麼高明的伎倆 或去要謀殺人的計畫 而只是一個小心念 他把兩幾個字轉動一下 整個指向就不一樣了 是 我們真的可以講出最後的結局 是這樣 沒有問題 但是其實真正的結局不是這個 對對對 不是海蘭 對 後面還有一個最後的一個反轉 對 我覺得那反轉更重要一點點 其實像看了戲劇 我知道戲劇裡面結局 其實完全不影響我自己在看小說的時候樂趣 因為其實小說就是因為他們需要像電影電視劇那樣經過審查 其實他可以更完整的去呈現每一個人的黑暗面 甚至他那種為什麼有殺雞 這個殺雞從何而來 就補充了戲劇裡面更不足的一些部分 我覺得一個是強調殺雞 一個是強調動機 強調動機當然比較趨近於人 那強調殺雞比較趨近於布局 所以我想小說的布局跟戲劇上呈現的架構還是有所不同 所以其實可以把它當成真的是不同的支線來看 雖然你會發現有一些地方似曾相思 但是其實劇本已經把很多東西都挪動過了 那這個挪動我覺得是巧妙的 但是你待會來看文本也不會覺得枯燥 對 因為他的發展跟戲劇不太一樣 對 我覺得其實要把戲劇跟小說就同時呈現得很棒 因為有時候我很怕看小說改編成戲劇 那看戲劇有時候也會怕看小說感到失望 那我覺得能夠相互揮映 也能夠把兩個這個文本都處理得這麼好 那我覺得非常歡迎讀者來看看 你先去看戲 看了劇以後呢 再回來看這個紫金城的壞小孩 最後我想說的是說 其實世界上沒有真的壞小孩 只有沒有被愛夠的小孩 我相信這句話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 因為家長在當中操縱了某一些東西 對我們發現我們可以給的多給的少 很多時候是我們自己可以決定的 那家長難處在於愛這東西是沒有兩杯的 所以我們不知道到底要給多少 我真的覺得坐下來跟孩子看同一件事情 貼其同一個高度 這個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一開始他不會跟你講 但是一段時間之後 他發現你願意跟他貼其同一個樣視線的話 他慢慢說出他想說的事情 那這個事情我想我們就可以避免 直接橫生的劇情再度發生這樣 你作為父親有背脊一陣糧嗎 對沒有 但是我對晚上十一點傳簡訊這件事情 比較背脊一陣 OK好 紫薰成在這個劇爆紅以後 其實也接受非常非常多的訪問 對一個訪問的時候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這個故事並不是獻給兒童的 而是要向那些心中有傷的大人致敬 他說這故事很多部分是他的原型 然後他也說他寫出來其實是在跟自己和解 也是跟過去的那個自己告別 我想書裡面其實還有一段很重要的話 是這個男主角張東升 在劇裡面說的也被引述過很多 所以小孩當然看著張東升 問他說為什麼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看著孩子們的眼睛 他跟孩子們說 你們心中有沒有害怕失去的東西 而為了那些東西 我們願意去做我們所不願意做的事情 我也請讀者 我們靜下兩三秒鐘想一想 你們心中有那個永遠不願意失去的東西 還沒有辦法放手的東西呢 那個是不是也就是我們心裡最隱秘的那個角落 那今天非常謝謝中斌 謝謝你希望有機會 你要再推劇給我們 然後後面有機會再看到更好的小說 OK沒有問題 謝謝大家 謝謝也謝謝各位讀者 謝謝晚安 晚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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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